那剛剛的部分主要就是說 如果你今天希望可以有四種效果 是變顏色 所以特別是那個顏色是RGB 後面的數字 也就是說不一定只是藍色 你可以有各種各樣的變化 也就是說你將來你要不同的顯示 你就不同的顏色可不可以 那就用Fone Color就可以了 拿一個儲存格.Fone.Color等於RGB 就OK了 應該可以懂這個意思吧 不用特別背 因為你多用幾次你就記得了 OK 底色的話就是Interior Interior的顏色等於RGB 黃色的話就是255、2550 OK 這個是Bolders 框線 這個的話是 顏色是粗體字 如果說我今天希望把它清除的話 如果你用之前的清除 只能夠清掉資料 不能清掉後面的格式怎麼辦 所以接下來我們來看一下如何清除什麼 清除它的格式 那格式部分的話一樣 我在這邊 格式 這邊我把它稍微 拿剛剛來改 拿剛剛來改 這個從來 OK 我們就拿剛剛這個 怎麼加就怎麼去掉 OK 就是什麼 成績 這邊要格式清除 所以把上面的複製下來 然後拿來改 改幾個字 改格 這邊改成 格 格式清除 OK 那怎麼清呢 特別注意 如果你怎麼加你就怎麼清 那加的話特別注意 如果我把這個東西清除的話 記得 第一個把資料清掉 A拿掉 A拿掉比較OK 然後 再來的話 赤的顏色 它本來 現在是藍色 如果把它恢復成原來顏色是什麼 原來顏色 預設應該是什麼顏色 黑的 所以黑的是RGB 裡面要填三個數字 請問他填哪三個數字 用猜的 對 三個零 所以你看 這不用背 有些東西 用理解就好 那白色呢 對 就是這樣子 所以有些東西 用理解的 你根本不用特別背它 我是覺得 因為可以很好理解 尤其是程式的東西 其實說真的這東西要背的話 你永遠背不完 所以我們來試一下 如果我把A清掉的話 格式也清掉 有沒有 不見了 那B的話呢 是底色有沒有 底色如果說我要把B拿掉 然後呢 它的底下顏色 本來是什麼顏色呢 本來是白的嘛 所以應該什麼 RGB2525 再255 這樣不就變白了 OK 來試一下 intro color 好 變白了 不過 其實我本來是教同學這樣 很好記嘛 但後來有同學說 是不對啊 他就發現了有一點點不太一樣 哪裡不一樣呢 有沒有發現 這邊的那個什麼呢 那個 其實這個線 基本上它不是不需要 它不是需要 它是一個輔助線 這個線的話 將來列印的話 也不會出現 它只是輔助線 所以有沒有都不影響 可是就有同學比較催毛 不要龜毛求疵 這就是說 老師那可不可以 不要這樣 因為我覺得看起來 會不舒服 OK 那好吧 那怎麼辦呢 如果你覺得不舒服 有個方法 就是可以把什麼 這個顏色變成沒有顏色 那沒有顏色特別之外 沒有喔 在ECL的敘述 沒有英文叫什麼 叫沒有 叫NUM 對不對 但特別之外 ECL裡面要多一個 參數叫 這叫常數叫XL 所以ECL 他開頭習慣就加一個ECL NUM 就OK了 所以沒有顏色呢 就是這樣 沒有 或者沒有什麼東西 就XL OK 我們來試一下 沒有顏色 有沒有發現 恢復了 不過其實用白色是可以 只是說看起來 好像還是會有點破綻 那框線怎麼恢復呢 框線的話呢 一樣 把這個框線變成沒有 所以理論上 當然同樣的道理 你不能用白的 因為如果你用白的 像剛剛有沒有 Bolders.color等於255 255 有沒有 都有255 那個清掉 先清除資料 然後再清除 Bolders.color 變白的 其實也是同樣的道理 那怎麼辦呢 一樣嘛 你就把這個 有沒有 複製 把它貼到這邊 這個讓沒有顏色 應該可以理解 直行 好 沒有顏色 不過其實我剛開始 我就這樣都帶過了 但後來沒有多久 同意就發問說 老師 我說什麼問題 這裡有點不太一樣 有嗎 有不一樣嗎 沒有啊 很好啊 沒有不一樣啊 OK啊 列印也OK 沒有發現問題 他說老師你再仔細看 我就再仔細 端詳一下 好像有點怪怪的 可是應該沒有關係 OK 可能我有點色盲吧 我說老師你不覺得那個線條 好像有點比較 什麼 藍一藍的對不對 我說 這沒有關係吧 這不影響 因為以後也不會 他說老師 可是我還是覺得不舒服啊 怎麼辦 想辦法 真的我找很多書裡面 沒有一個地方講到這裡 如何把那個框線去掉 後來呢 我終於找到了 不知道從哪邊找到 還是我自己試的 我在這邊 Color後面加一個 ColorIndex 因為我就試了好幾個方法 因為我就用那個什麼 因為你只要把這個瓜糊先拿掉 然後你在這邊再點一下 它就會出現 它就會出現 我在看到 有個Color 有個ColorIndex 我試試看 會不會OK ColorIndex 等於沒有 XL XL None 然後 瓜糊記得要加回去 OK 因為你加了瓜糊 那個點不會出現 那我就試 執行看看 這個感覺好像 應該就是 OK 應該沒問題 我就 同學說 這好像應該沒問題 所以特別是 如果你要把 Bolders的Color拿掉的話 比較麻煩 還要加一個ColorIndex 等於沒有 才會是最最最沒有問題的 不過其實說你沒有加 其實應該也不影響 因為這個只是輔助線 將來列印不會有任何影響 OK 那最後的話 D D要把它恢復成 原來沒有出體式的話 當然你D要先保留 我們先把它改什麼 改成False True就是 就是有點像開關的開 False就是關 False Pin的話就是False False False D我先不要拿掉 因為拿掉 就看不出來效果 有沒有發現 D拿掉了 如果你再把這個D拿掉 他就效果就消失了 OK 那這樣的話 我們就可以怎麼樣 很快的可以把 這些資料拿掉了 加了有沒有 拿掉 就不會影響 不過呢 除了用這個方式之外 其實清除格式的話 還有另外一個方法 就是說 這個是個別的 如果你不想管的話 其實還有一個方法 就是什麼 你乾脆全部 這個範圍裡面的格式 所以特別說 這個範圍的話 你可以用一個物件 叫Range 我前面好像講過 儲存格是Sales 一個儲存格 可是如果你是範圍的話 這個是 H H 所以瓜糊 跟他講說 H2 到 H的7 這個範圍裡面 幫我把他的格式拿掉 怎麼拿掉 特別注意 你就 請 雙以後 忘了打 點下去沒有 電 清除的話 就clear clear是清除全部 那如果你要清除內容 這clear 這清除資料 如果你要清除什麼 清除格式的話 就是清除什麼 clear format就可以了 不過如果你要清除全部 這個應該用clear 好像比較OK 有沒有 如果用這個 他應該是 不過他會有個缺點 就是說 如果我現在把這個格式加上去 那他會變成怎麼樣 如果用點clear的話 他就會幫你把 所有這個範圍裡面的 所有格式都清掉了 那有時候有可能會 會清掉 如果裡面有框線的話 他也會把你框線都拿掉 所以這個可能有時候 你要針對實際上遇到的狀況 再來處置 這個是範圍的清除 所以請各位試一下 剛剛那個清除 我是拿這個 來複製貼過來改 改的話 就是裡面本來有資料 變沒資料 資料先清空 後面才是清除格式 所以這個是變黑色 這個的話 是變成沒有顏色 這個是加一個color index 這個是把它關起來 OK 畫面先換給各位